yoo this is dj the more 哈囉各位同學歡迎再次收看dj the more教學節目 那我們在這裡要幫各位同學複習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式的烈士 好那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在這裡dj the more只要幫各位同學複習一件事就是路寬問題 因為很多同學遇到這樣考題的時候 他其實不是算是上面不會喔 而是這個題目的圖形敘述他搞不懂 因此dj the more還特別在這裡幫你做圖解 我們看一下如果是一個原本長40公尺寬20公尺的花圃 在中間開了路寬為X的小徑 然後他問你說你實際上種花的面積是多少 類似像這樣的考題請各位同學記得 圓的路長40圓的路寬20 實際上花圃的部分我們把這十字的小路給拿掉了以後 剩下的部分可以合併成一個什麼 長方形花圃但是合併之後的長是什麼 40-X寬是什麼 寬是什麼20-X 經過圖形的解說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我們可以拆成兩部分來看嗎 好不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跟一圓二次方程式 劣勢相關的機測試題 好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題目說小傑用長為X公分的竹塊去量一張長方形的紙 發現紙的長度比竹塊的兩倍長少一公分 寬比竹塊長多兩公分 以織指的面積為3000平方公分 一提一下列哪個一圓二次方程式是正確的 A選項給你X-2×2X-1等於3000 B選項給你X-2×2X-1加3000等於0 C選項給你2X平方-3X等於3002 珠選項給你2X平方-3X-3002等於0 好 在這裡DJ人物非常了解 許多的同學最害怕這樣的考題 他給你文字敘述 可是敘述的卻是圖形 他沒有辦法把文字跟圖形 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那在這裡DJ人物要勉勵各位同學 利用這樣的機會 DJ人物教你一件事情 請看 題目既然給我們敘述 我們要把它拆解 拆解過程當中一個一個列出來 首先題目告訴我們長為X公分的足塊 去量一個長方形的紙 這是第一件事情 當然DJ人物交代各位同學很多遍 請你在考試當天帶色筆 不一樣顏色的 不論是鉛筆或者是蠟筆都OK 把它標出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麼 第二個題目 給我們的條件是說 紙的寬比長 多2公分 紙的寬比足塊長多2公分 那麼寬度我們就什麼 X加2 接下來題目告訴我們說 紙的長度比足塊2倍長少1公分 那就2X-1 在這裡 最後 已經知道紙的面積為3000平方公分 因為是一個長方形的紙 所以它的面積是長乘以寬 也就是2X-1去乘上X加2 要等於什麼 3000 好 在這裡 我們稍微放慢一下腳步 請各位同學 耐下心來 第一件事情 題目給我們的長為X公分的足塊 是設立位之數的基準點 對不對 第二點開始 是我們要根據題目的條件列式指 指的寬比足塊長多2公分 因此寬的部分我們要寫X加2 第三件事情 他說 指的長度比足塊的2倍少1公分 所以長度的部分我們標明寫2X-1 最後題目告訴我們說 指的面積是3000平方公分 所以 我們再算面積公式 最後列一個等號等於什麼 3000 請問一下這樣有沒有很困難 沒有嘛 請各位同學記得 肢解你的題目條件 然後配合圖形 好不好 好 最後一樣 What should I do 如果你遇到大考證後群的時候 怎麼辦呢 請各位同學要記得 第一件事情 請你拆開所有的條件 不要題目 熱肉等敘述了一大堆 你也就跟著這樣看 用筆拔分開 最後不要懶惰 自圖輔助 好不好 這樣你才能夠 正確的去找出答案來 OK